在现代规模较大的城市攻坚战中 高射炮的地位越来越高 他不仅担任着打击中低空固定翼飞机和武装直升机 还要求他对进攻部队提供高层建筑火力压制 在城市战斗中防御方的狙击手 或者反坦克手都会居高临下对进攻方进行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 反坦克和步兵战车上的武器会受到最大仰角的限制 很难将这些高层火力点消灭 这个时候就需要高射炮出场了 凭借着80度左右的仰角 高射炮完全可以将这些高层火力一一消灭 只是如果是23毫米或者30毫米 这种小口径的高射炮 火力又不足以击穿墙体 或者不能将敌方完全消灭 俄罗斯就曾面临这样的问题 在自行高射炮的领域 苏联还算是一把手 比如采用履带式装甲车车辆底盘的 ZSU-234自行高射炮 其高炮为四管23毫米口径 理论上的单管射速为850到1000发每分钟 四管其射就是4000发每分钟 被弹2000发 最大仰角80度 最大射高1500米 最大有效射程2500米 数据可以说极为豪华 一跃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一款 中小口径自行高射炮 得益于其高射速 飞行员主要在1500米以下的空域飞行 被扫下来的可能性非常大 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 俄罗斯也没有能力继续对其进行改进 导致其整体技术水平放到现在已经落后 比如23毫米口径的子弹 威力不足以应对当前的空中目标 弹丸较轻飞行较远距离后散布较大 不能起到密集拦截的作用 射程放到现在也太近 总而言之就是lowball了 只能重新研发 可是俄罗斯又没有经历从头开始 于是就把已经在武器库里落灰的 S60型57毫米高炮掏了出来 并对其进行改进 安装在BMP3步兵战车的底盘上 成为了2S38自行高射炮 意外的性能还不错 2S38自行高射炮重量约为18吨 车长7.8米 宽2.23米 高2.4米 公路上的最大行驶速度为70公里每小时 最大水上速度10公里每小时 最大行程约为600公里 车组为3人 驾驶员 车长和炮手 2S38自行高炮研制的单位 是乌拉尔车辆厂旗下的海燕中央设计局 其高炮部分为ZAK57高炮系统 底盘方面为BMP3步兵战车底盘的改进型 具有较强的机动性 除了在不同地形上行驶和射击外 还可以在水中进行射击 高炮备弹148发射速为120发每分 可使用包括制导炮弹在内的多种弹药 能够打击包括无人机制导炸弹 悬航导弹在内的空中目标 如果需要也能打击地面目标 在摧毁敌方车辆和躲在建筑物 以及野战防御攻势的步兵方面 2S38自行高射炮也是一把好手 ZAK57高射炮是由S60式57毫米高射炮发展而来 炮口出速约为1000米每秒 加上炮管长 弹丸的飞行弹道非常的平直 穿透能力更大 在4000米外可以击穿楼房的外墙体 在房间内爆炸 弹丸内400克的黑锁金炸药的威力 超过了15枚手榴弹的威力 在几十平米的房间内爆炸的威力 基本上片甲不留 该防空车的车体和炮塔 采用铝合金焊接装甲 前弧由复合装甲制成 可抵御30毫米穿甲弹 全方位防护可抵御14.5毫米穿甲弹 可以通过附加的爆炸反应装甲套件增强保护 这辆装甲车还配备了 核生化防护和自动灭火系统 2S38还配备了烟幕弹发射器 此外 它可以通过将燃料喷射到排气中来产生烟幕 2S38由UTD-29V10柴油发动机提供动力 可产生500马力 发动机安装在后部 以更好的分配重量 并提高两栖能力 因为最初的BMP3 实际上是作为轻型坦克开始使用的 但后来被重新用作步兵战车 有一个带有四个前进挡和两个倒挡的手动变速箱 这辆装甲车有一个液压气动悬架 可以调整以适应穿越的地面类型 2S38还是两栖的高射炮 在水上 它有两个喷水器推动 这辆装甲车配备了一个前置式自挖式刀片 可以自行挖掘防御阵地 只是相对于小口径的高射炮的装药量 2S38就显得有些捉襟见肘 只携带了148发子弹 不过这根本不是事 针对装弹少的缺点 2S38配备了9T260弹药补给车 它是基于6×6配置的军用卡车改装 携带57毫米主炮弹 可以同时为两辆2S38补充弹药 补充时间大约20分钟 车上还携带57毫米炮所需的冷却液 这种防空系统具有被动探测和跟踪系统 它使用热瞄准器而不是雷达探测跟踪空中目标 根据探测模式 它可以在高达6到12公里的范围内探测对地攻击机 在700到4900米的范围内检测到小型无人机 同时2S38的57毫米炮炮口 加装了炮口制推器以及隐信装定线圈 这样便可以发射类似于欧美AHEAD那样的 预知破片编程隐信子母弹或者是制导炮弹 大幅增加拦截命中率 此外2S38型57毫米履带式自行高炮 还在炮塔正面左侧装备了一座小型炮口初速测量雷达 用于隐信装定参数的修正 先由火控雷达跟踪并且锁定目标后 将射击猪源输入火控计算机形成数据 当炮弹被激发出炮口的那一刹那 弹丸尾部的编程隐信 被炮口制推器上编成线圈 注入了目标数据 当弹丸接近目标的最佳距离时 引进起爆炸药 并且呈扇形抛射出几百粒碳化屋预制破片 将来袭的飞行器击毁 这种作战原理非常适合单管或者双管禁防炮使用 火力密度并不比加特林体制的禁防炮低 并且火炮的设计结构也比加特林炮简单一些 更适用于中等口径的炮弹 比如57毫米弹丸要比35毫米弹丸大 它的内部装有的预制破片会更多 可以与最高速度为1800公里每小时的目标交战 俄罗斯还为ZAK57型高射炮设计了各种弹药 包括高炮弹装甲弹 激光制导炮弹在内的五种炮弹 穿甲弹还是老式AP穿甲弹 而非APDS 穿身大概在功力垂直96毫米RHA的水平 虽然说打不动主战坦克但是对付各种步兵战车和装甲运兵车也是足够了 起到更好的拦截作用 其中57毫米榴弹配备有近战引信 而57毫米制导炮弹采用了激光制导体制 其对空中来袭目标的单发有效命中率达到了80%左右的水平 加上俄罗斯高精度系统公司研制的新一代导弹与火炮相结合的进程防空武器系统 凯甲SM 在防空领域上 可以说机缘巧合下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凯甲SM弹炮合一防空系统 采用9M335 5716导弹改进型 能够击落40公里范围内 雷达反射截面积为0.1至0.3平方米 飞行速度1000米每秒的空中目标 对雷达反射截面积只有0.03至0.06平方米的隐身目标 具有70%以上的命中率 凯甲SM弹炮合一防空系统的雷达光电系统得到全面更新 最大优势是将目标探测距离从40公里增加到75公里 交战距离从20公里增加到40公里 这套雷达光电系统具有远距离发现 并跟踪隐身飞机 无人机 巡航导弹 弹道导弹等飞行目标的能力 现在俄罗斯非常痴迷57毫米高炮 把它搬到各种作战平台上 一个是弹道性能确实好 一个是便宜 库存多 另一个就是由现成武器改过来省时省力 能快速改装形成战斗力 现在面对各种无人机 悬航导弹和智能弹药 高射炮确实有着向着中口径发展的趋势 毕竟中口径高射炮的射程远毁伤力更强 对付各种目标最适合不过了 对此各位朋友是如何认为的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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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